留下来或是我跟你走 当然是你跟我走咯 是的,有了中华民国的晶片护照 当然是说走就走了 国人出国,人数一天几万人上下 最常去的地方除了中国大陆 就是日澳英美等国 跟团有人照应,一切都方便 自助旅行,自由自在 可是必须做好行前准备工作 才可以在世界通行无阻 尤其在国外开车旅行 更是要多加注意 来去日本自驾游 中华民国国际驾照 可通行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但是有些国家像是日本 要用我国的驾照 加上官方合发的日益本 才能让你在日本开车爬爬 然后再去澳洲度假打工赚旅费 假日也可以开着车到处去游玩 可是 向左走 向右走 直直走 地球很危险 你还是快回火星去吧 有些国家像是日本 纽西兰 澳洲 英国是右驾 靠左侧行驶 和台湾不同 要遵守圆环让路规则 让右手边的车先行 有些地方需要注意动物出没 多一分注意 你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出游 平平安安地归来 打完工 来去英国当个文青吧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灰衣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小心文青没当成 叠个狗知识变噩刺 当行人不是当大爷 过马路请停看厅 在右驾国家 先看右边 再看左边 是不变的法则 要靠万能的双脚 在市区爬爬噪 也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的哦 诶 去和台湾一样是 左下的美国追星 总没问题了吧 但是你开车有四步一友吗 一 不阻碍救援车辆 务必尽速靠边停车 二 不超速 三步九驾 四步用手机 违规处理很麻烦的 另外 要有足够的保险 才有足够的保障 如果四步一友 你都做到了 恭喜你 可以开车上路追星去咯 最后提醒您 善用外交部的贴心服务 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在国外 享受驾车的乐趣 多一份注意 少一份意外 旅外交通安全 没烦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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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